好,我們現場這個單片專用太陽能系統,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教學 這個我們平常的電器 電器的插頭就插在這個AVR Backup 這排的插座上面 那上面這個Surgeon Only呢 是如果我們這一個 這個UPS 沒電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用 我們附的插座 接到牆壁上 來充電 接到場面上充電的時候,這一排插座才會有電 那平常用太陽能充電的話,是下面這一排插座會有電 所以你插上去是 有電沒電就可以馬上知道 插上面這一排也是可以,可是就是沒有電 所以你必須插下面這一排 你的電風扇啊,或是插,你就插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開機呢 開機是在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這個按下去 嗶嗶嗶 長音叫關機 那我們要開,關機的時候就沒有在充電 那麼開機呢就是這個按久一點 這樣就開機了 這樣子就開機了 這樣子就開機了,然後我們的手機上就顯示充電的狀態 那太陽能板有兩條線 這兩條線可以 可以直接 這個 拆開來 就可以使用 那如果他產生嗶嗶的聲音的時候,因為他裡面電池電不夠 你只按久一點 這樣不會不會嗶了 那拆這接頭呢 就是 其中一個比較好拆啦,另外一個比較不好拆 可能要用錢紙的方式 才有辦法拆 好 那這樣子一個主機再搭配 一片太陽能板 這樣子就 就完成了 這整套的 的系統的 的交機 好